臺灣方面由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率團前往華府參與實體會議 美東時間週五下午3點30分在雙向元召開記者會 臺灣外交部19號表示此次的對話聚焦七大議題 包括供應鏈安全 科學與技術 5G乾淨網絡 全球衛生醫療合作 投資審查 能源以及基礎建設 外交部指出 建設經濟對話機制是臺美經濟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新唐人亞太電視台報導